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抖完了再放进去那你是抖个屁呀 然后香油来一匙 接下来糖 胡椒盐或者是胡椒跟盐分开放不可以 接下来就可以把酱料拦均匀 这样拦 拦 对严肃的看着它才会好吃 接下来很重要先煮一锅水 我们要来烫豆芽 围裙针方便筷子可以插 等水滚了之后就可以设定烫豆芽的时间15秒 没错就这样给它设下去 终于我们可以开始烫豆芽了 计时 这就是让豆芽炒起来依然坚挺的秘诀 时间到了关火 接下来就是准备热锅开始炒了 注意哦 步骤很快要系好安全带 首先我们蒜末先爆起来 然后辣椒给它下去 让整个辣味进入油里这样子才好吃 韭菜先下去 稍微炒一下就可以放入今天的主角金针菇咯 我喜欢翻锅炒菜就是为了要翻锅嘛 接下来豆芽下去 是 是的没错 炒起来才好吃 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给它下去 哇哦 疗愈的翻锅画面颜色看起来也很不错哦 起锅前用米酒从锅边炒一下就可以了 听听那疗愈的声音 因为豆芽先烫过 所以炒起来很快 那今天这一道金针菇炒豆芽就完成了 你看这盘豆芽是不是依然坚挺啊